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任务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海拔 海拔 制送鸡毛信的 抗日小英雄 海拔 制送鸡毛信的 抗日小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 龙门村有一个抗日小英雄 海娃 海娃十二岁 是龙门村的儿童团团长 她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站岗放哨 每天她都会赶着一群羊 到村口的山坡上 她腰里插着羊边 拿着一杆红鹰腔 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有一天 她发现从南面的山坡 爬上来一个人 那人老远就叫 海娃 海娃 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 连忙迎了上去 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焦急地对海娃说 马上到三王庄去 把这封信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 海娃接过信一看 心脚上插着三根鸡毛 她知道是一封非常紧急的鸡毛信 海娃不敢停留 马上揣好信 赶着羊群转过山崖 往三王庄方向走去 刚走了不一会儿 她忽然发现 新山顶上的消息束倒了 不好了 一定是在那边放哨的大牛 发现鬼子了 海娃立即决定 回到大陆上去 可是回头一看 大山口外面 也过来了一对 抢梁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了 海娃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 她着急的是把鸡毛信 往哪里藏 藏在身上肯定不行 鬼子一下子就会搜到 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胖乎乎的羊尾巴 于是灵机一动 就跑到那只带头的老绵羊身边 她把鸡毛信 折起来 绑在了羊尾巴底下 这时 海娃什么也不怕了 她把羊鞭 甩得响响的 赶着羊群 迎面朝着鬼子走过去 站住 鬼子吆喝起来 哗啦一声 举起枪 对着海娃的小脑袋 一个穿黑军装的伪军跑过来 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 把她拉到一个 留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 鬼子盯着海娃说 给我送 那个伪军马上动起手来 把海娃全身都搜遍了 连两只烂鞋也没放过 结果 什么也没搜着 小鬼子只想领人 早点进山去抢梁 就冲着海娃喊 滚开滚开 海娃拢住羊群 使劲儿甩着羊鞭 恨不得飞起来 刚走几步 没想到 那个伪军又追上来了 他用枪逼着海娃 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 还挤着眼睛 歪着嘴巴 宁笑着说 黄金还没吃饭的 这么多肥羊 够我们好好吃几顿了 海娃没办法 只好跟着鬼子走 太阳落山了 鬼子的队伍 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 就在打鼓场上 杀了几只羊 烤着吃 海娃此时 已经顾不上心疼 他的羊了 他心里 只惦记老绵羊 大尾巴下面的鸡毛信 鬼子进屋里睡觉去了 他们叫海娃 把羊赶进圈里 然后把海娃挤在最里头 海娃睡不着 他想 鬼子明天还要杀羊 要是今晚跑不掉 鸡毛信可就完了 他急得身上都出了汗 后半夜了 海娃坐起来一看 门口的哨兵 正在打瞌睡呢 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 垫着脚 轻手轻脚地 溜出了屋子 他走进羊圈 把羊尾巴底下的 鸡毛信解下来 揣进怀里 撒开两腿就跑 一口气 跑上了村后的山梁 天亮了 海娃已经跑到对面的山顶 前面就是三王庄了 海娃高兴极了 他太累了 想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 喘口气 他把手伸进怀里一摸 不觉浑身哆嗦起来 其毛信丢了 海娃顾不上休息 马上往回跑 在回来的路上找 他一口气 跑上大山 爬到小山嘴旁边 还好 就在一棵小松树旁边 他终于找到了鸡毛信 海娃松了口气 把信装进口袋 刚想回头跑 忽然背后有人喊叫 原来是那些日本鬼子 追上来了 他们抓住海娃 一连打了几枪托 海娃忍着浑身的疼痛 赶着羊群 夹在鬼子中间 走过了一个山头 来到三王庄村口 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 放倒了 不用说 张连长的队伍 已经知道鬼子来了 后来 鬼子怕踩到地雷 就让海娃带路 海娃走在前面 慢慢加快了步伐 小鬼子让海娃停下 他装作没听见 甩了一响鞭 拼命往前跑 鬼子开枪了 子弹在海娃 在海娃的身边乱飞 海娃顾不上这些 和羊群一起飞跑 边跑边放开嗓子喊 鬼子上来了 打呀 赶快打呀 这时 山梁上突然响起一阵 牌子枪声 海娃听到 是自己人的枪声 它跑得更来劲了 突然 它觉得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痛 一下子 扑倒在草丛里 晕了过去 等到海娃 睁开眼睛时 才知道自己受伤了 它看见 蹲在它身边的 正是张连长 连忙说 说说 信 鸡毛信 张连长拿出了鸡毛信 原来 这是一封 很有价值的情报 炮楼里的鬼子 进山去抢粮食了 只剩下几个鬼子兵留守 民兵中队长老赵 侦查到了情报 还画了一张 攻打炮楼的路线图 根据情报 张连长马上集合队伍 很快就成功地 炸掉了鬼子的炮楼 打死了留守的鬼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